大家好 我是時光寶app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記得看完之後給個like 以及多介紹一些朋友來看我們 如果你有喜歡關於鐘標的題目 不妨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盡量找多些資料做這些節目給大家看 最近努力士今年推出的 Oyster Perpetual 41毫米的 我們綽號叫做五色戰隊換錶 這個炒價非常誇張 因為這個系列有很多種不同顏色麵 好像紅色、黃色、綠色這些麵 由原本的46,000多元的定價已經炒到8萬元 最受歡迎那個Turquoise麵 居然是炒到9萬元 我自己覺得最近好像一窩蜂一樣 集中了向一些降的努力士 以及一些運動款的努力士 其中努力士有一個很高端的系列 在近十幾年來一直都被人忽量 我覺得應該在這裡向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努力士的Date Dates系列 Date Dates有個外號叫做總統標 因為有好幾位總統都大過 他們分別是莊信總統、尼克遜、福特、列根和克林頓 至於名人方面有南球名稱米高佐敦、碧咸嫂、古神不菲特 努力士的Date Dates在1956年推出 當時品牌已經將它定位最高級的碗標 它所有標款都是用貴金屬做的 即是黃金、紅金、白金、更加少的鉑金 它的主流標學尺寸從1956年到現在都是36毫米 因為它本身會連一條貴金屬的標帶 金屬就是指努力士的Date Date Date 因為在千禧年之後大標的潮流比較刺激 努力士在2008年的時候曾經做過一個Date Date 2 是41毫米直徑的一個款式 但是因為比例不太漂亮 所以就不太受歡迎 去到2014年的時候就停產 去到2015年就再推出一個Date Date 40毫米 這次的比例做得漂亮很多 所以大家比較接受 今天的新款Date Date分別有36毫米和40毫米 兩種的 至於機芯那方面 努力士在60幾年裡面Date Date是分別有幾代的機芯 它們全部都是一個共通點 就是所有都有COSC 瑞士天文台認證 所以是非常準確的 晉身的一代天號3255的機芯更加厲害了 因為它是有一個不受磁力影響的一個磁種系統 有70小時的動力 以及每天會在這個負義和正義秒之間的一個準確度 比這個天文台認證的要求是更加高的 Date Date的設計的特色 在過去的60幾年裡面一直都沒有大改變 它是第一隻碗錶 同時將這個星期和日曆兩個資訊放在錶面上 12點鐘位置是一個長條形的窗 就是一個星期的顯示 總共有26種不同的語言可以選擇 而3點鐘位置的日曆顯示上面是有一個放大鏡的 這也是盧力士碗錶的一個特色 金錶最重要是金鏈 金帶 盧力士早期的Date Date的金帶是空心的鈴 令到碗錶輕一點 戴上手比較舒服 千禧連打後 盧力士把錶帶變成了實心的鈴 令到它的重量增加 但是手感更加的梳 而且它們在鈴和鈴中間加了一陶瓷的術 雖然黃金是比較軟的金屬 加了這個陶瓷的術 令到那條錶鏈可以戴得更久都不會變彎 為什麼我會覺得Date Date是比較低水 值得大家去留意呢 我們找了一些例子 是在拍賣場上面找到的資料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這隻編號226206 柏金款式是Date Date 40 是一個比較新的款式 定價一定是超過港幣40萬 在去年2019年11月的時候 就只是拍了港幣30萬 就是低水 接下來這隻編號66111958年最早期Date Date 這款錶將會向今年11月的石項蘇富比拔賣 它的股價只是6萬至7萬6500元港幣 整隻金錶都是6、7萬左右 接下來這隻編號1804的白金Date Date Date 它是1979年的出品 它本身是有鑽石圈和鑽石石標 這個股價是119000元到153000元 再下來這隻Stella面 我們之前也提過很多次 編號1038 這隻還是綠色的Stella面 是罕有和非常受歡迎的 黃金的標款 1979年的出品 它的股價是255,000元到42萬5,000元 再下來這隻編號1038 我們叫做中東面暴力士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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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上面是有中東的標置 這隻1980年的出品 它的股價是186500元到102萬元 再下來這隻編號19018比較特別 它是一隻石英基深的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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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外 石英基深便自然會是比較準 它是1986年的出品 股價是85000元到127500元 再來這隻碼1048 这就比较夸张,大家看到它有很多宝石 其实劳力士的Dayday其中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它有很多标面的选择,很多宝石伤害的选择 标面方面它们有金色的面,黑色的面,白色的面,蓝色的面 有很多石头的面,譬如黑色的onyx,甚至是鱼石的面 至于刚才看过的Stella 7的颜色的面 就是更加罕有和受欢迎 这一款标链做到像八爪鱼的吸盘,是用鑽石和红宝石去装饰的 1978年的出品,在2019年的时候,在苏富比拍了102万5千元 最后一款,1039B,这也是比较特别的Dayday 基本上它是一款白金型号,因为标链和标链都是白金 但是标链中间的粒链是一个三金的设计 就是分别有黄金、白金和红金 这款标是1985年的出品 股价在2018年的时候,股价是9万3千元到14万 今天的市场价格大概是14至15万左右 看了几只,大家都可能心里有数了 Dayday真的有点低水 但如果你不太喜欢二手标的话 其实全新的努力士Dayday都不太贵 36毫米的定价大概是26万起 40毫米的Dayday大概是30万起 如果你不介意中股二手的努力士Dayday的话 其实的选择是更加多 好了,今个星期的一周标示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